雞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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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雞翅 烤得蠻多的 但是 不是每個人都烤得很好 為什麼 因為 常常不知道說 這個東西很難熟啊 有時雞翅中段這個地方很難熟 那麼烤出來也不是很好看 那我們今天也不知道怎麼醃 今天我們教各位怎麼醃 怎麼來烤它 我們要準備的是雞翅 通常雞翅 刺腿那個地方 就是刺骨這個地方 通常我們不會拿來烤 因為那地方的肉比較澀 比較乾比較澀 這個地方的肉比較好吃 比較滑嫩 所以我們通常會烤這個地方 然後我們要準備呢 有蔥 兩根 薑 然後糖 醬油 還有米酒 雞翅最難熟的地方其實在中間這個地方 中間這個地方 因為它 這地方有骨頭 骨頭邊邊很難熟 那麼我們有個方法 我們可以在這個雞翅這個地方 中間這個地方 我們稍微用刀子給它化開 稍微這樣子把它化開 化開就比較容易熟 熱比較容易從這邊滲進去 另外很重要的地方是因為 你不化開的話 因為它整個都是皮包住 你要醃漬入味 比較難一些 很難入味 所以我們把它化開來 這是一個蠻不錯的辦法 然後呢我們把蔥跟薑 把它稍微拍破 因為雞翅 有的人覺得它雞翅還是有一些腥味 然後覺得不夠香 我們可以 把它弄點蔥薑 增加它的風味 去掉它的腥味 好然後呢 我們把米酒加進來 我們加少許的水 你加點這個醬油 讓它有點上色的效果 會比較漂亮 烤蒜的雞翅會比較漂亮一些 然後一些糖 好然後把它 這邊稍微把它用手這樣把它抓一抓 讓它蔥薑味道出來之後 我們就把雞翅丟進來 味道不需要很重 重點是我們要讓它 有一些味道 然後醬油有顏色 然後它蔥薑能夠增加它的風味 然後加一點酒 增加風味去掉腥味 好這樣子醃 這個呢 你大概最少要醃它一個小時左右 或是你前一天晚上把它醃好都沒關係 稍微醃一下 塑料再把它裝起來 放冷藏 好那我們現在就要做了 所以我們就不用醃那麼久 好直接做給各位看 這個地方 有筋熟的時候會這樣縮起來 所以你如果 我不喜歡 我要讓它直直的 你可以在這個地方 用刀子在這個地方把它弄開 這樣子 像這樣子把它劃開 不要劃斷劃開就好了 烤出來的話它就是直直的 或者是我們 一般人比較習慣是用竹籤 把它插進去就可以了 竹籤把它刺進去 這樣子 烤的時候一樣 這邊竹子你不要 把它直接就把它 往裡面放 它很容易會 很容易那個竹子會燒掉 所以 這樣子 慢慢烤 大約在10分鐘左右就可以了 我們稍微讓它烤一下子 好我們現在 大概烤了10分鐘左右這樣就可以了 那這樣子 好你看像這樣子 烤出來的話 就是一根一根都直直的很漂亮 好我們稍微把它竹籤轉動一下 把它拿起來 好下次你烤雞翅 如果你烤不好的話 一直烤不好的話 你試試看我教各位的方法 烤出來雞翅也是一樣 這麼漂亮 好 好的 好 就可以了 好